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长代替男主请假后 男主就提前离开 准备回家了 但是走到岔路口时 男主不受控制的来到了右边禁止进入的路口 等到自己反应过来 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画面一转 男主去上班的时候 科长因为好奇跑来问男主 在岔路口有没有看到什么 男主却说 自己当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男主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科长打断了男主的话 让男主不要再继续讲下去 男主一脸懵逼的看着科长 科长看到男主无辜的小眼神 无奈的说出了关于岔路口的诅咒 据说只要将在岔路口看到东西的事情告诉别人 自己身上的诅咒就会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然后科长就笑着对男主说 他不会有事的 因为男主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是话虽这么说 男主晚上睡觉的时候 似乎会在梦中 回忆起那天右转时看到了红色指甲女子 从梦中清醒后 男主就看到了红指甲握着自己的脚 然后急忙跳下床打开灯 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第二天男主准备将这件事告诉科长 但是科长却以忙的理由避开了这个话题 男主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随后吃午饭的时候 偶遇了一个小女孩小兰 因为小兰的活泼 男主似乎对红指甲也没有太在意了 就在男主和小兰约会的时候 小兰却说自己也看到了红指甲 然后就被吓跑了 随后的几天内 男主就再也没有见过小兰 画面一转 科长找到了男主 询问当时岔路口的情景 并说自己当时也遇到过 还将此事说给了母亲和妹妹听 从那以后 科长的母亲和妹妹就变得很是奇怪 于是两人决定再去岔路口探一次险 但是刚到岔路口 两人都看到了红指甲 而科长也在此时被控制 直接向悬崖边冲去 还好男主及时阻止了科长 这时的科长好像恢复了意识 也明白了红指甲的出现 只是想让人们知道它的存在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 结局有点不甘心呢 兜兜转转这么长时间 女鬼最终的目的不是杀人 而是让人知道它的存在 不太像恐怖电影的套路啊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始讲述第二个故事 被诅咒的病房 故事的女主是一位医院的护士 当时还在负责308病房的病人 但是没过多久 308病房就发生了两起死亡事件 病人都是很平静的死亡 而两个病人在死亡前同样都盯着看天花板 女主觉得很是奇怪 某天308住进了一个不太好相处的男孩小亮 刚进病房时 小亮也同样的盯着天花板 似乎很害怕的样子 女主有些懵逼 当天晚上女主向同事问起了308的事情 但同事也支支吾吾的不肯说 女主也只好放弃 第二天女主去看望小亮的时候 小亮不好相处的性格越发的严重 女主很是沮丧 于是就去到天台散散心 就在这时同事出现安慰女主 女主急忙向同事询问 有关于308病房的事情 同事犹豫很久后 将308的事情告诉了女主 据说在308的病人都会去世 后来就被改成了仓库 但是因为病房不够用 于是又将仓库装修成了病房 还被人们称之为被诅咒的病房 女主听完后 当天晚上去308拍下了天花板的照片 并将小亮行为奇怪的事情告诉了领导 但是领导却为此将女主训斥一顿 女主感到很是无奈 但是没过多久 小亮居然就被换了病房 女主似乎也开心了起来 还陪着小亮拍了不少照片 回到家后 女主就开始翻看照片 谁知 却看到空无一物的天花板上 居然出现了一个洞 女主被吓得直接扔掉了相机 随后的几天 女主经常可以看到小亮 一个人跑到308 这天晚上 女主照例去308找小亮 谁知 却看到一个女人从天花板钻了出来 小亮也开始迎合女鬼把手伸了上去 随着女主的一声尖叫 画面转到了第二天 小亮安然无恙地醒了过来 女主也非常的开心 以为女鬼放过了他们 谁知女鬼就在女主身后 从那以后 308再次被改成了仓库 紧接着我们开始讲述第三个故事 右肩上的女人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男子 男主想和女票分手 但一直苦于无法开口 直到这天 男主决定向女票提分手时 女票却说 男主的右肩上有一位大妈 男主惊呆了 当天晚上 女票就带着一些符纸 来到了男主的家 将男主的房子贴满了符咒 离开之前 还不忘给男主一个相吻 大概是女票的符咒起了作用 从那以后 男主的右肩似乎轻松了很多 但是男主依旧不想再见到女票 直到有一天 男主去上课的时候 突然就在身后发现了跟着自己的女鬼 虽然男主看不到 但还是可以感觉到的 就在男主感到奇怪的时候 窗户莫名其妙的被打破 破碎的玻璃 顺势伤到了男主的手臂 男主的好基友见男主不太顺利 于是决定带着男主去见大师 随后大师问了男主一些关于女票的问题后 信誓旦旦的说 附在男主身上的是女票的生灵 大概是女票得知 男主要和他分手 他才编造谎话 说男主被鬼跟上了 因为生灵的力量要比死灵强大 所以大师也没有办法驱赶 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女票表明自己的态度 于是男主决定向女票提出分手 几天后女票发来了邮件说 大概是跟着男主的生灵就是自己 因为有衣服为证 男主看着女票发来的照片居然就哭了 大概是后悔放弃了 这么好的女票吧 画面一转 深夜的末班车开始出发了 故事刚开始 男主因为工作太晚而错过了最后11点55分的末班车 就在男主为此感到沮丧的时候 12点55分时 男主再一次等来了末班车 想都没想就跑上了地铁 休息一会儿后才发现 这地铁有些诡异 就在男主准备下车的时候 发现车门已经关闭 男主只好安慰自己 乘坐到这最后的末班车 实在是自己太幸运了 但是没过多久 男主就在对面的玻璃上看到一个人的影子 但现实中却没有这么一个人 男主害怕了 跑到人影的座位上坐下后 人影又跑到了自己原来的座位 男主急忙跑到了另外的一节车厢 但是没过多久 女鬼也追了上来 就在男主感到害怕的时候 车门被打开 男主急忙跑下了车 眼看着女鬼乘坐地铁离开 男主最终也魂不守舍地回到了家 最后我们来讲夏日回忆 故事刚开始 女主聚完餐回家时 偶然看到了弟弟的身影 但是转头后就不见了 女主感到很是奇怪 以为自己是喝多了 于是拿起好朋友小悠的照片 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原来小悠是女主的追求者 但是女主却把她当成普通的朋友 小悠喜欢女主 为了得到女主的答复 半夜十点多 约女主外出谈这件事情 但是小悠却在那一次外出时意外死亡 女主感到很是愧疚 但与此同时 怪异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女主的身边 先是弟弟的房间被烦乱 紧接着 弟弟和母亲也在房间里 总是能看到一个人影晃来晃去 女主认为 是小悠对自己不满 所以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报复女主 而母亲和弟弟则是非常的害怕 于是决定请大师来驱血 不过还好 女主及时赶到 没有第二次伤害小悠 当天晚上 女主赌气 住进了旅馆 而且还再一次看到了小悠 女主哭着向小悠道歉 但是小悠却吐出钥匙两个字 就消失了 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女主 同了以后 小悠的鬼魂似乎也消失了 女主也感觉不到小悠的存在了 直到有一天 女主决定和朋友小红去旅游的时候 弟弟发现放在碗里的钥匙不见了 但是女主出门的时候 却看到了钥匙好好地躺在碗里 就在弟弟准备骑车离开的时候 女主突然回想起小悠留下的线索 急忙将钥匙拔掉 没过一会儿 附近的住房发生爆炸 女主这才意识到 如果弟弟按计划骑着车子出去 一定会被卷入到事故中 故事到最后 女主看到了小悠的鬼魂 并向她表白 小悠也向女主笑了笑后 就消失了 大概这就是爱的力量吧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